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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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头我们讲了三个基本原理 从唯物原理到动态原理 辨证原理 今天讨论第四个整体原理 所谓整体原理 是指出整体出发 把握事物之间 以及事物内部 复杂联系规律的认识论原理 都说中医学整体观是它的特点 但我们过去 中继教材里面谈到整体观的时候 就主要谈它 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 人体是一个整体 就谈这两个基本观点 至于整体和局部的关系问题 丝毫没有谈到 从现代医学来说 现在也越来越趋向于整体研究 尽管它基本研究的格局 仍然是从局部入手的 现代医学和中医学呢 在整体的思维原理方面 有个很大不同 中医学从一开始 它建立的哲学基础 就是由整体看待事物 由整体看待世界 整体看待生命 从开始就整体 从它医学很原始时期 对自然界和生命认识 就是从整体出发看待 和现代医学呢 它是从局部入手的 局部入手逐渐逐渐向整体发展 也是局部入手每次碰壁以后 才认识到这些联系 认识到这些整体联系 所以从一个整体原理 在这两门医学运用的 其实点就不同 就不同 这个 美国在二十年前出了一本书 叫《现代医学中的错误》 除了二十年了 我们中国也翻译了这本书 不太后 翻译了大概有一二十万字 这个书里面描写了二十年前 视觉医学的十二次大的错误 这每次春午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但这本书呢 我们国家是印了五千册 但是 我在一个旧书店 偶尔一个机会 看到了 1981年成都发大水 把草堂寺附近一个新华书店的仓库淹了 书都泡在水里面 就拿出来晾在地上 还没有晾干 有些速度落的 水泡的都一把柄了 愿意找的人就去找 如果找出来 还比较完整的一本书 你要 它折扣卖得很便宜 我一块钱就买了那一本 《现代医学中的错误》 后来在哪儿也没见到过这本书 后来在哪儿也没见到过这本书 这个 我上一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这个 我和那个 他国家智能量发医学 经典中医系 就我帮助他们办的那个系 都是我们学校的 毕业的研究生 有硕士有博士在那里帮助他们教书工作 我谈了这本书 后来他们在网上找 还找到了 美国的网上有这个书 这里边说 谈了十二次大的医学的事物 很多都说 药物 用药物以后造成的 它不是从整体联系出发 从对症 治疗当中 造成了很大的失误 我当时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80年代 就拿一个例子来讲 当时我们国家治疗 结合病 治疗麻风病 当时最先进的药 现在还在用 利福瓶 利福梅树 它的字迹叫利福瓶 四川治疗 四川治疗 一厂在麻士桥那里的 一个大的治疗厂 也生产这个药 在70年代的时候 我们把过麻风病的治疗研究 用中西结合 用中药方法 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西药的负责用很强 本身麻风病 治疗率 引起残废的比例比较大 用西药以后 治疗率更高 但用中药以后 就比较好 我曾经 在医院里 选择20例 流行麻风 传染性最强的麻风病 用中药 中药 设计的方案 20例病人 通过三年治疗 全部转移 全部转移 一年以后 病例检查 每月一次都合格出院 那个时代 中西结合 治疗麻风病 这个项目 因为当时的部队 中西的医疗队 获得了 国家 22个 优秀科技 医学方面的 22个先进典型 包括当时的抗白猴和气 这些都是这个里面的 包括中西结合资料 叫基辅症 都是那个年代的 比较有名的性 但是那时候我们比较了 就是用利弗平白作为对比的 效果比它好 但是我看到现代医学的错误当中 就是说 用利弗平衣类的 有抗结合作用的 这类药 在欧洲 最早的德国的一个 医药公司 他们研究产生的 研究以后 对结合病效果很好 后来就又普及了 没有很长时间的观察对比 但五年后 就发现 服用的这些 女病人 后来生孩子 有八千个病人不少 比例很大 八千例海豹之 生出来的孩子 没有手没有脚 这就成了一个大的事故 当时震动世界了 这个医药公司呢 大型的跨国的医药公司 整个破了残 所以十二例呀 问题都是这样 出了大的问题以后才发现 它不是从 整体联系来研究 而是从局部路上 所以 西医也谈整体 它是被动的 从局部在不断走向整体 所以 从一开始的确立在整体的思维 这是中西在整体原理当中的第一个区别 另一个呢 西医它强调局部 但是局部和整体的联系方面来看 但是局部和整体的联系方面来看 它是被动的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一个模型设计 中西医一开始就把局部认为是整体 有密切联系的一部分 而且对整体有所反应 局部是整体的素颜 中一开始就有这个看法 所以内经里面讲 见微自助 见到很小的 就可以反应出整体大的 所以 不是说中医不重视局部 而有些误解说 中医整体观就不重视局部的研究 中医学一开始就是强调 见微自助 见微得过 见到小的 见到局部的 就可以知道整体 局部是整体的素颜 这又是中医在整体 整体观应用方面的 一个很大的区别 一个很大的区别 西医通过了很多年的发展 它逐渐地 现在 一个基因反应人体整体 局部反应整体 一个细胞可以反应整体 那又通过好多年的 不断地碰病当中 直接悟到的 但现代的 研究仍然是 局部为主 这是中医的整体原因 整体理方面 总的区别 诸古代 整体观念形成 据考古言 就是很早的形成 对人体生命自然界的认识 我在访问一些 广医学史的专家 一些考古 又擅长医学史研究的专家 他们谈到 在很多古代 很原始 中国原始人类的 遗址 过去活动的遗址 是法局当中的发现 过去部落时代 人生活 外来住的地方 周围都有很多大石头 把它排成一个方框框 方框框有高有低 有层次的极圈 你考生的中间 最中间 都是女性和儿童 在里面晚来休息 然后外面一圈 都是这个 年福利强的男性 他起到保卫者 要防止其他部落的 和严肃的情犯 和严肃的情犯 最高的台台们 高的一圈 都是一些老年人 坐在上面 他们晚上守夜 遇到什么警报 就叫 底下的年福利强 很多部落都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 在野外住宿的一个设计 而很多部落的老年人 逐渐就成为这些部落 观察气候 观察气候 观察地理 成为一个当时很有地位的一些史观 相传 《道德经》的作者 老子 黎尔 也是当时的一个史观 之类的人 他们因为 晚上看世界 看星星 看月亮 白天 白天 又可以观察 整个 下雨 太阳 这些 整个自然变化 所以 习惯于整体出发 在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人得什么样的病 所以 整体观念逐渐就这样形成 而这些人呢 去考古代研究当中 他们也是 由于很 坐在高台台上 一方面观察 一方面意念非常集中 就是入境 入境 意念集中 逐渐地调整呼吸 调心 调神 调体 就形成了体内的体的运行 发现了气功现象 所以在中医学当中 气功 针修 这些是最早发现的 并用药这些要找得多 所以从这个 古代的生活时间当中 观察体验和适应环境 这是一个 古代最早整体观 形成的一个来源 在先行时代有关整体观念 代表性的学说呢 现在看 主要有两个大的基础学说 最基本的学说 先行时代产生的一些学说 有很多跨学科运用的基础学说 跨学科运用的 比如说道德学说 老子道德经的道和德是两个字 道是整体的 德是局部的 是谈着整体局部的关系 主要研究整体思维 也就是整体原理的 三个学说 道是指理学ства 道是仪式宇宙中间 总的物质人物的来源 而运动的总规律 道那是整体性的物质人物的来源 和总规论 道是整体性的物质人物的来源 道得呢 系经的物质人物为离力 。 去 Figaro 我们后来作为一种伦理 道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子道德经的道和德 道是整体性的物质来源和总规律 德是局部的物质来源和总规律 德源于道 所以古人所说有德之人是符合整体规律的这些局部 有德 道德学说 所以整体观念是代表性的 最早的基础学说 跨学科的 天乐与学说 天人相依 人与天地相成 乐与相依 天人相依学说也是整体学说道路 实际上就是和道德学说密切联系的 也是我们的中医学运用的最基本的学说 天人学说 所以在黄金内经里边 道和德这两个是用的很多的 所以整体原理的一个主要内容 整体原理的主要内容 它第一个呢 主要谈自然界 事物之间 或者事物内部存在的普遍性的联系 这些联系造成了世界的整体性 世界的整体性 但是涉及到整体原理的基础学说非常多了 最早是道德学说 天人学说产生 后来譬如阴阳五行 阴阳学说 五行学说 障相学说 这些都是跨学科应用的 涉及到整体思维的学说 我在讲障相的时候提到过 障相学说 所反映的局部整体关系 完全是从最早的道德学所进来的 而障相学说呢 从以相册上这个思想 当时的农业和地质学 这些也普遍在运用 农业和地质学 这些也普遍在运用 不是广宗运用的 广义的章相了 所以整体原理的主要内容 首先最基本自然界的事物之间 或事物内部存在的普遍性联系 过去认识到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有普遍性的联系 这一联系造成世界的整体性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事物在整体联系中形成系统和层次 事物都有系统 有层次 从而成为有序 因此造成了包括生命在内的世界的复杂而有序状态 世界既是复杂的 由于整体联系造成的 既然复杂 而且它又有一定的系统 所以它是永续的 这是整体联系的内容的第二个 那中医整体观的第三条呢 整体和局部的辩论关系 这里调了两个字 整体和局部的辩论关系 这个应该属于中医学整体观的根本观点 非常重要的观点 被获释了的观点 整体和局部的辩论关系 整体观认为整体居民局部的 局部能够反映整体 这两条构成中医学整体观的主要内容 缺一不可 缺了一条就不完全 所以中医教材里边的中医学特点 整体观辩证论质 当初涉及中医学特点的时候 在一般教材 当时应得很粗糙的困难时期 应得一般教材来说 这两条设计都很老一辈的 中医专家们设计的 实际上 这两个整体观和辩证论质 这两个不是同一层次上的内容 整体观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的特点 辩证论质是中医学的运入形式 和相对于辩证论质来说的 相对于辩证论质来说 整体观要指导辩证论质的 两个不是并列的 所以中医学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回答一 整体观 第二 辩证论质 这涉及本身都有问题的 这两条是重属的 辩证论质重属于整体观 不是并列的 中医学的整体观 除了整体决定局部之外 还有局部要反映整体 在中医学里变得很强烈的 人体啊 中医在古代争断里面 人体身上任何一个局部 都可以反映整体的 所以你看那个脉 村口 夺取村口 武藏内服都在里头 能够反映整体 那在 夺取村口是 汉以后啊 西汉 那已经提到夺取村口以后才 在那之前 中医基本上是 骗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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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中下三目 三目都有九后 任何一个部 都可以局部反映整体的 只要有动脉波动的地方 都可以反映整体的 所以整体 局部反映整体 局部是整体的缩影 这个观念是非常老固的 中医学不是不重视局部 研究局部的 研究局部的 所以 一个舌头 望着 舌头上面 也可以反映 骨髒整体 所以 不了解 中医学的 都觉得奇怪 西医说 这个 血脉 重新出来 流到个处 怎么会这个地方 一模 心甘品味的人都认识到呢 他们很不理解 用现代研究 现在 分析方法 直接观察分析方法 无法去开这个病 在临床上 整脉 确实能反映整体的信息 望舌 那是因为问 男友的 舌头割掉了 整体的不存在了吗 这有他的误解 而从整体来观察局部 局部观察整体来说 中医的内容非常多 望着个脸 也可以 一个手掌 一个脚掌 里面也有人提武当信息 而耳朵 耳朵本身是个道理的人体 因为鼻子 鼻子会证断这个人体 所以对局部反映整体来说 是两千多年来 终于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 这些 整查方法 和他的一种 整体观念当中的意识有关 这和现代医学的差别非常大的 实际上现代医学应该从 这类思维方法方面来好好 吸取 可以吸取的一样 而绝不是管由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 现在已经知道的一些内容 来印证 不能印证 就把它否定 对于整体和局部关系 我们国家 在六十年代末 七十年代初 文化大革命期间 有一位 不是学中医的专家 那开始也不是个专家 中转毕业生 有了一个独创性的发现 他又偶然忌讳 发现了 联系在中医政法当中 整慢忘舌这些当中 具无反映整体的现象 发现了一个生物全息现象 生物全息现象 当时的光明日报上 成篇的报道了这个事 也引起了中医界很大的关注 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叫张瑞青 这两年刚去世 文化革命当中 六十年代末期 他刚刚从内蒙古的一个农专科学校中专 两年次的中专毕业 分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县城 一个小县城工作 那小县城呢 成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 农科署 这里面呢 有几个工作人员 他没有什么 有学历的人 他分到那里 就算是有学历的 中担毕业了 一到那里 武化革命已经开始很久了 县里面 农科所工作的都瘫痪了 他报道了以后 唯一的任务 就陪着农科所的那领导 和县里的领导 爱批斗 因为当时当权派都要爱批斗的 他就算是农科所学历比较高的 唯一的有正式学历的 当时不是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吗 也不知道他反动不反动 但是他学历最高 他就算权威 所以每天都在操场霸子里 就几个人一排站的 接受群众批判 和他其实什么事情也没干过 不相关 毕业刚分配到那里 就遇到这个事儿 但是也没办法 不能抗拒啊 就站在挨斗吧 人家也不关他什么事 也不打他也不骂他 他就站着 老人一个知识站着 他也很年轻 当时就二十岁上下 眼睛主要看嘛 就灭将前面 每天站在那个位置 前面看一排树 本身那里树也不多 而有几棵不同的树 他走看看 每天这样看到最后 看成明堂的 他发现那个树 如果那个树 它的树叶子树丑 是长缩缩的 它那个树的叶子 必然也是长缩缩的 比较瘦的 整个树干 和上面有叶子的树丑 之间的比例 树干下面的一 比二的话 叶片的叶病 和那个也是一比二 差不多这样 每次两三个小时 IP都完了 他就走到树那里去 把那个叶子弄下来看 他想起 过去在读书所 那个学校附近 有那个法国五桶树 法国五桶树 下面树干不高 但枝叉出来很宽 如果他的枝叉 你什么样的姿势 分叉 分出来的 他每叉出来之来以后 他又分叉 也是基本的这个姿势 他看了几个书 然后 不批斗的时候 就到处去看成物 他收集的资料很多 比如在一些果园 他看到 那苹果 苹果一般都圆圆的 如果这个苹果 上部小一点 下部比较大 那这个苹果一般来说 长在树的上部 都是他所在的部位的 大寻找相法 林郑也是这样 他收集了很多资料 然后大概过了半年多以后呢 文化革命进入 逍遥派活动的时期 那就是说 大家斗 当权派 斗织派 这些已经疲乏了 没什么可斗 都变逍遥 自由活动了 全国一大串联了 坐火车 吃饭 不要钱了 他一个中专毕业生 本身工资很低 他有点钱 他都去买些资料了 而且还到附近的一些大点城市去看 而且他还到动物园去看 后来全国黑大串联 他就全国到处跑 收集资料 他发现动物园有这样的特点 你譬如动物园里的斑马 斑马的身体上面是有13条 他发现这个现象 纵向的纹路 他的尾巴上 基本 从尾巴快结束的那段 很淡 很小很淡 有看不清楚 整个一属 基本上也是13条 耳朵也是13条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局部 都整体的缩影 他发现这个现象 他把这个现象 就把它叫做 生物全息现象 生物全息现象 用的全息这两个字 自用的物语学上 当时开始有全息摄影 全息摄影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这里 左边的这个图 比如 譬如是一张照片 全息摄影 拍出来的照片 一个风景照片 这个照片 任何一个局部 取下一小块局部来 把这个局部放大 又可以还原成 整体的照片 任何一个局部 都整体的摄影 这个很 生物全息 现象 它是用的物理学上 全息摄影的道理 这比喻了 这是一种比喻了 也就是说 生物界存在着任何一个局部 都整体摄影 这样一个规律 这样规律 这规律怎么造成的 反映了什么本质 它并没有了解 但这个现象的发现 已经它收集了大量的 动植物的粒子 很丰富 很丰富 它就把它 收集写了好多文章 寄给各个杂志 汇集的书 汇集的书寄给出版社 这样搞了一两年 它本身工资很低 生活也很艰苦 因此搞得 因此搞得 不能说倾家浪产 也就是说 钱都用掉了 但《王八革命》当中 但《王八革命》当中 有的 稿子给退回来 有的 没有下落 一篇文章 一本书也没有发表 很多出版社 都在北京 他亲到北京去问 到杂志社出版社 问人家把稿子都退给他 说 你这个没什么意义 他就很伤心 他把退回来的 稿子 备了一大包 在北京街上乱转 结果走到东单 东单有个体育场 外面有个石头凳子 上面坐着 看着这堆稿子 想到搞了几年了 很伤心 就在那哭 东单那里 东郊那里 东郊那里 离开的 各国大使馆 比较近了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天使降临了 也为外国人经过 看那个中国年轻人 怎么在那里抱着包 在那哭呢 他也会说中文 就问他怎么回事 一了解 他说那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行不行 他想反正都退掉了 都没用了 他拿了两篇就给他了 拿了两篇给他了 那个人看了看题目 把它装起来 上面有他的工作单位地址了 就谢谢他 他就走了 他也就回去了 三个月之后 国外发来来邀请他 邀请他参加国外的学生会议 可以把说写的文章 觉得好的都可以拿去 结果这样 他国外开会回来 国外就成立了 生物全新研究会 推与他当会长 这样他后来就没有回来 在国外定居了 因为外面研究条件好 定居了 所以这个事情 《光威日报》第一讲 把这个登出来 这个过程 对我们中国这种 中国在世界上自己独创的之类的 发现比较少 唯一有一些例子都被国内扼杀了 如果他不看到 不遇到外国人发现的话 那个还不是 这发现的全不在中国 所以后来 中国也成立了社会全新研究会 世界上都有会了 他这个 在国外待了一二十年以后 中国不乱反正以后 他又回来了 在山东大学 社会全新研究所担任所长 这个 估计身体不太好吧 前两年去世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 中国古代哲学的整体决定局务 局务反映整体 不仅在人体上面是岁 在动作物当中都是岁 局务都反映整体的 当然这个道理 从现在基因这些发现 但一个小小的基因反映整个人体 甚至于反映整个家族 所以这个 作为整体观的话 应该说呢 是由整体决定局务 局务反映整体 这两个集合 作为全部内容 全部内容 所以我们中医的 证断里面用的 大量的内容 都涉及到局务反映整体的 这是有道理的 整体原理 整体原理 内容看起来比较简单 实际上 含义比较深的 是东方神学里面的一个 思维原理当中 一个很重要特色 很重要特色 是中医学的 学术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好 我们这个 实际课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休息十分钟